家用保健型制氧机 适用于老人、孕妇、孩子等亚健康人群的日常保健需要 在使用中,亚美娜制氧机不需要购买额外的配件 鼻吸管、吸氧耳脉、吸氧面罩、三通管、氧气带、过滤棉、遥控器、物化配件等都会赠送给大家 使用方法 第一步,打开湿化杯 在湿化杯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注意,不要超过最高水温线 纯净水的目的并不是电解水质氧 由于质氧机的氧气浓度高、氧气干燥 会使鼻腔和呼吸道也较为干燥 而湿化杯中的水可以有效缓解吸氧时的不适感 令吸氧更舒适 第二步,连接适合自己的吸氧装置 其中吸氧耳脉的吸氧感受最强 鼻吸管其次,吸氧面罩最弱 使用者在体验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吸氧装置 第三步,连接电源打开开关 大家要注意一共有两个开关哦 其中电源开关在后面 打开后再开启屏幕开关 流量一共七声可调 大家只需要调节适合自己的氧气流量 就可以开始吸氧啦 这一款制氧机专门为老人设计 高清大屏的显示 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和远程遥控功能 就算是腿脚不好的老人也能够轻松操作 另外,它还有SOS求救功能 实时为老人保驾护航 亚美制氧机及氧疗物化于液体 物化功能的使用也非常简单 首先,拧下物化口螺丝 将物化装置与物化口相连 然后倒入适量的物化药液 就可以开始做物化啦 操作简单,大家一学就会 而且能够达到医院同款的物化效果哦 最后在使用时,各位宝宝也要注意 拿制氧机时一定要远离明火 将制氧机放置于远离墙面50公分以上的位置 底部不要垫泡沫板 保持制氧机散热通畅 最后大家也要注意 超过48小时 要让制氧机休息3到5小时哦